殿下,我了解你的全部,你的勇敢,你的绝望,你的善良,你的痛苦,你的怨恨,你的憎恨,你的聪明,你的愚蠢。 如果可以,我愿意你把我当成踏脚石,过河差的桥,向上爬要踩的尸骨,我该千刀万刮的罪人。 但我知道,你不会。 哥哥,这幽名鬼车,是不是比天庭那些铜马金车要有趣得多了? 有趣,有趣得很。 对了,三郎,方才你要跟我说的是什么事啊? 哥哥,成亲吧。 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雀乌山不是云,许次花从缆回故,半缘修道,半缘君。 为何写的还是离子? 我喜欢这诗,我也喜欢。 不过,三郎还有别的喜欢的诗吗? 这首写熟了,也可以写写别的? 就写这首吧。 我若是喜欢什么,心里就容不下别的,永远都会记得。 一千遍,一万遍,多少年都不会变。 这首诗,便是如此。 是吗? 为你战死,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耀。 你说过,你不会离开的。 天下无不散之言习,但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 我会回来的。 天下,信我。 我永远是你最忠诚的信徒。 因为我有一个心爱之人,还在这世上。 虽然,他可能都不太记得我。 我们甚至没有说过几句话。 我想保护他。 如果你的梦想,是拯救苍生,那我的梦想,并无为你一人。 可是,那两段话,你会不得安息的。 我,愿永不安息。 身在无间,心在桃园。 我喜欢的人,拿我的真心去喂狗也无所谓。 为你,所向披药,为你花开满城,为你灯鸣三千。 怕什么? 怕什么?若是我,骨灰送出去,管他是想错骨杨灰,还是撒着玩。 对我来说,风光无限的是你,跌落尘埃的也是你。 重点是你,而不是,怎样的你。 一手撑伞,一手牵踏。 殿下,你这可真是,要了我的命了。 为你战死,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耀。 就算是结识了几十年的人,要成末路,也不过再一朝见。